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我们继续讲路由小传 今天是第十九集 从海棠花开到铁马秋风大散关 书份 早岁哪知 世世间 中原北望 气如山 楼船夜雪 刮舟渡 铁马秋风大散关 赛上长城 空自许 镜中衰殡 已先斑 出师一表 真名士 千载 谁堪伯仲间 这一回 实际上掌柜准备给大家讲两首诗 这首名叫书份 是第一首 咱们两首诗呢 咱们对比着看 这两首诗啊 应该是同一年写的两首诗 书份写的稍微晚一些 以前掌柜小时候呢 哎 这两首诗啊 是一起背的 因为他们在同一本书上紧挨着 路由的诗啊 其实大家有愿意看路由诗的 是那种按年代排序的 是最好的 是吧 因为这样的书 你对照着路由的生平 你能看出好多非常有趣的问题了 为什么先给大家背这首书份呢 因为这首是课本中有的 是吧 这首大家一定熟悉 书份 这是高考那年啊 咱们都背过的 这是高考必须背的 可能路由一生啊 就数这会儿写书份的时候 写书份的时候 路由是52岁 是吧 就五十几岁这些年 路由过得叫什么 最跌宕起伏 不仅仅是路由 整个南宋可能最有争议的 也是这几年 为什么 咱们都说天无二日 国无二君 是吧 但是南宋那些年的问题 就是两个太阳 宋孝宗是名义上的皇帝 但是啥事 你去问宋孝宗 宋孝宗都得告诉你 我明天再告诉你答案 明天再解决 再决定 因为什么 宋孝宗肯定不好告诉你说 说我得回家问问我爸 同意不同意 宋孝宗不想这样 但是不这样不成 而太上皇宋高宗 啥事 你不问孝宗 你直接去问高宗 高宗告诉你的是 不表叹 这个事 你别问我 你问我儿子去 你看表面上 这这眼俩是真客气 是不是 可是背地里全是都光剑影 谁要从那些年走出来 就那些年能够能够走到宰相位置上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是人精 就做官的人 要是能看懂这段历史 南宋这段历史 我觉得你的前途啊 绝不仅仅在地球上 你那个水平 我觉得就已经叫什么 横行宇宙 那个水平了 外星人都搞不定你 最考验人的 就是这个 是吧 就是领导啊 让你猜 猜我啥意思 你要是猜不中 就是立场问题 对于路由 我觉得 其实应该 应该像掌柜这样 仔细的讨论 我知道大家心中 那个路由是什么样子 真的知道 在传统中国的文化教育当中 路由是作为咱们中华民族啊 几个完人之一 完美无缺的人 被用来作为榜样教育小孩子的 掌柜也是背着 未卑未敢忘忧国长大的 其实心中对对路由的感情 每一个中国人接受过正规教育的都对路由的感情非常深 你看掌柜 其实我有时候想起来 每次遇到挫折 是吧 掌柜心中 首先想起的不是李白那样张开嘴就骂街 而是路由那样闭上嘴咬牙 小时候学到的就是这样 是吧 掌柜有点家学 学路由什么 人这辈子就得学路由那样咬着牙往前走 路由就是这样一种励志 而以后呢 其实以后上学了才知道 哦 路由路由是一个爱国 爱国诗人 至于至于为什么爱国都得咬碎钢牙 那就好多年以后才想明白 那掌柜为什么要给大家讲 讲心中的另一个路由呢 难道我不希望大家心中充满希望 是吧 柳暗花明又一村 那多好啊 是不是 心中充满希望 好多这种 这种激励我们奋进的话 都是路由说的 是不是 山穷水尽 宜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也是路由的事 其实问题是什么 是是世界啊 现实的世界啊 比故事当中的复杂 甚至于很多时候 要真的相信天会亮 才敢走夜路 否则呀 否则真的是那句话 白天不懂 一夜的黑 贸然走进黑暗 很多人因为不相信天会亮 最终疯掉了 要真的相信有光明 而这种真的相信 是是要经得住考验的 我其实是希望大家了解路由的一生 他不是像课本里说的 活在无君的真空中 他也是个人类 有过各种疑惑 跟我们一样 谁没有动摇 谁不摇摆 事不关己 才不知难 甚至有些时候 真的 真的就是那个时代人 对他的评论 路由在政治上 是个不坚定的人 但是为什么后世 我们今天记住的南宋 只有这样一个路由呢 南宋诗人很多 词人也很多 但是谁也超不过路由 路由有今天的地位 是因为他受到后世的 很多顶级文人的极大推崇 越是顶级文人 越是那些活得看透了黑暗的人 甚至于越是不相信 越非传 知道杨家将是故事 是糊弄人的 知道这些的人 越推崇路由 喊着爱岳飞的人 未必能慷慨赴死 但是历史上你看看 心里爱路由的人 真的多数都很有气节 近代史上 有那么几位推崇路由的人 都是经历过人生坎坷磨难的 为什么他们这么推崇路由 其实大家注意 这些人都相信一件事 就是社会是白 路由一生的摇摆 恰恰是他的坚定 路由最可宝贵的 就是别人嘴里说他的摇摆 这才是一种文人该有的气节 摇摆就是坚定 在社会的某些时刻 真的摇摆才是坚定 在一个剧烈摇摆的时代 一个文人要有什么样的定力 才能站稳脚跟 路由很厉害 很值得我们学习 他的很多诗 值得咱们学一辈子 关键是了解他 是吧 你要想了解路由 你就一定要看明白 当时南宋那个社会的摇摆 你越是了解那个时代 你越是爱路由 你越是会 会远离那些一般的对路由的评论 这种远离 其实不会让你心中的路由变得猥琐 正相反 路由在我们的生命中 因为对那个时代的理解 路由才会变得越来越高大 那个真的可以在以后的生活中 帮你渡过黑暗的路由 才逐渐在你心中复活 世界千年迷迷风 冰魂宵尽国魂控 集中十九从军乐 亘古难而一放翁 这是路由在梁启超 心中的位置 这才是 是吧 你别看两宋文脉鼎盛 是吧 好诗好词千古文章 可能咱们一辈子都 都图不完 是不是 但是我跟你说 到很多人八十岁 只记住了一个路由 这就是咱们老说的 两宋只有一个路由 路由其实是个谜 很难解释清楚 是吧 你比如说很具体的问题 越是具体的问题 越解释不清楚 你比如说有一个问题 最能显示一个人对路由的理解 是吧 你要考一个人 说他理解不理解路由 你就说路由到底喜欢什么 花 就这一句 就足够专业 甚至于你可以具体的问 他是喜欢梅花 还是喜欢海棠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就能反映出一个人 对路由了解的程度 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的人 咱不跟他聊路由 他除了会背几首诗以外 根本什么也不知道 甚至于他就没有想到 应该怎么理解路由的这个为人 确实啊 很多人觉得没什么 喜欢什么花不都一样吗 文人喜欢花花草草 猫猫狗狗啊 其实啥事都是缘分 梅花和海棠不一样 你爱什么花 其实在文人心中来说 这是一种表态 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梅花呀 梅花是一种很草根的花卉 所谓草根的意思呢 呃 就是说 梅花的生命力极强 自然界有 有很多野梅 是不是 哎 梅花最美的 其实是野梅 你注意一下 梅花其实经常代表一种逆境 这种逆境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种所谓的草根情节 所以梅花后来啊 是清流的标配 清流必须喜欢梅花 如果你不喜欢梅花 你这个清流的信仰可能有问题 历史上所有永梅的诗 都是决心书 海棠可就不是这样了 是吧 我们后海这边啊 以前海棠很多 但是后来越来越少了 现在 现在几乎快没了 掌柜小时候 我家院子里就就曾经有一株海棠 啊 那是那是钱 以前那个院子的主人种的 是吧 哎 那时候我家院子里有两棵枣树 还有几层玫瑰 哎 还有一棵苹果树 一棵海棠树 现在都没了 现在只剩下一棵枣树了 还被盖在屋子里了 啊 可能没几年啊 也就 也就没了 现在那棵枣树就已经没有几片叶子了 估计 哎 今年明年也就快没了 海棠树呢 海棠树早就走了 早就死了 是吧 大概 死了二十多年了 掌柜的奶奶离开这个院子以后 可能一年两年 那棵海棠树就死掉了 其实其实道理在哪 就是海棠啊 是一种很娇贵的树 啊 这海棠在我们北京啊 伺候好啊 非常难 北京在宋庆龄故居 是吧 有有两棵海棠 大家可以看看 那两棵海棠不粗 很不是那种特老粗的那种树 不切啊 是两棵 但是跟大家说 宋庆龄故居的那两棵海棠 那是北京一宝 是北京十大树王之一 海棠树不会长在大杂幼里 它命贵 只生活在王府之中 陆游喜欢梅花 其实更喜欢海棠 陆游一生大概写过二十几首永梅的诗 海棠诗呢 大概写过不到十首 应该是五首六首这样子 但是到底哪个是陆游心中的最爱 可能那就是各说各话了 在别人印的陆游诗里 都把永梅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 但是其实在陆游自己印的诗集当中 都是海棠诗 陆游是个极聪明的人 很多诗呢 他都应景之作 是吧 但是如果跟着大家去赏梅 他就写梅花 跟着大家赏海棠 他也会写海棠 其实问题是 有些人喜欢让陆游喜欢梅花 有些人希望陆游喜欢海棠 你看王安石喜欢梅花 苏氏喜欢海棠 陆游都写过 但是骨子里陆游喜欢什么呢 他自己印的诗集当中 真的海棠诗都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上 其实这才是陆游 海棠诗 掌柜选了这首 为爱梅花 敌死狂 指愁风日 笋红芳 绿章夜奏通明殿 起戒春音 护海棠 这是陆游一首海棠诗 为什么选这首 就是因为这首诗和前面那首书份 有关系 这两首诗是同一年写的 同一年 这年春天写的这首海棠 这年秋天写的书份 你看这年春天 你看陆游还很得意呢 是不是 还到处赏海棠呢 可是到了秋天 陆游就被罢关了 这首书份 里边提到了武侯 提到了诸葛亮 其实呢 这首诗写在武侯词边上 那个时候啊 陆游啊 陆游不是去游玩的 陆游住在武侯词边上 当时干嘛呢 种菜呢 陆游被罢关以后 在武侯词边上 种菜 陆游做错了什么 哎呀 咱讲了这么多 你还不明白 你要找陆游点错 那太难了 是吧 因为陆老爷子一家 最大的特点 就是清流 人家没错 是吧 找陆游点 找陆游点错 太难了 这就是南宋那个社会 不是陆游做了什么 导致罢关 而是风头变了 春天的时候 你想想看 这陆游还高高兴兴的 到秋天就书分去了 后来很多人都讲过这首海棠诗 是吧 其实这首海棠诗挺有名的 在一个小圈子里 这首诗特别有名 哎 就是 就是 其实呢 这里有这首诗里 有一个大问题 就是 就是这一次陆游在52岁 这一年写写书份的时候 写这个海棠诗写书份的时候 陆游是52岁 52岁 这次陆游栽跟头 陆游下课 到底是因为什么 干得好好的 怎么就下课了呢 是吧 在这算是在在四川 陆游奋斗了八年 才又回到 有说七品 有说六品的 哎 才回到这样一个官职 突然之间就又被一抹到底 陆游到底干了什么 其实后来都说 这首海棠诗里面有答案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想想 这首海棠诗里有什么呀 怎么这首诗会导致陆游 罢关呢 我们明天讲 欢迎大家加掌柜的微信公众号 掌柜说历史 汉语拼音的全篇 掌柜说历史 这首海棠诗里面有一个传逐过 是很易十分之为 这首海棠组的 这首棵里面有一个传逐纸 因为妳有个传逐度 你一定有什么意思 所以这是 你现在真的拆了